他们现在开沟机过来拆房子 然后就说是什么书记 他们是政策谁要拆农村的你爸房 然后我爸就不同意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和 欢迎大家收看小和这期的视频 就是关于农村的卫房 现在都是村委会他们那边 还有村干部他们过来拆村里面的房子 以后刚才我老爸不是生气吗 说不准拆 拆了就他们陪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有点情绪激动 然后跟我爸说了一番之后 他现在想通了 他正在把他的古董搬出来 这个干起码有100年了 要他们去搬东西 最后留恋了啊 他就要去那里啥子 他就要去那里啥子 大家笑开没量的 他知道什么 他就有房地 不是想得到房地 他就用房地 会客人了 他会客人都会去哪里啥子 你这里啥子 我可以给他 他就用来嘛 他就用来嘛 那么他就用来吧 他就用来 你费得一扇子 你把他去银子 你把他吃得了 我去看一下我爸的古董爸妈没有 我看似乎的 我看似乎的 往这装进去 我看似乎的 我看似乎是 我看似乎的 这个房间以前是打米用的 然后看一下这有啥 被我爸拿养鸡用 就有钢在这边装米用的 这个是打米鸡都烂了 整个废材了烂桶废铁都不舍得卖 哎呦哎呦发这个 等一下这个要搬下来 这边也是老房子 这是后面塌了 倒下来再溅上去的 还有几个钢在那里 我爸说也要把这个搬走 老咕咚了 以前我们玩躲猫猫就会躲到这里面 这些也是倒塌下来的 哇那里的木瓜熟了 有两个人 干嘛 我把这个摸到这里 不是 你去晓得这家的家人在家 话 文件 咱们 哪里的 在那里的 啊 别 不 不 小姐姐,你不要拒絕,你不要拒絕,你不要拒絕 不要,要拒絕,要拒絕 不要,不要,要拒絕 不要拒絕 你不要拒絕 哦,小姐 你幾隻人沒事 不要拒絕 你不要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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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老房子也要拆 然後他們正在溝通 怕把水粉壓壞了 然後壓壞的話包培 怎麼樣 微棒 你嘴巴弄人 現在才這邊了 然後我老爸還奠機他的打米機在裡面 等下把它勾出來 你不要拒絕 有兩個,有一個 我老爸的谷米鸡 我老爸说是好了 这样拿来卖 这个废体 这好老的古董 灰尘好大 水管被勾到了 坏了 刚刚却把水砸给关了 差不多要勾平了 这个老房子已经被勾平了 然后书记他们说会帮忙把这些全部清走的 现在准备拆到隔壁家那里的老房子去了 然后这个老树 刚才那个书记说老人家的老人家说 百年的老树不砍 砍的话会对甲棉不吉利 以后这棵树的话就留在这边 这个电线被竹子压倒下来 不知道能不能通电 那边也推平了 然后人家的水管也被压烂了 晚上不接好了 就没什么水用了 这里 现在我们出来街上面拿快递 顺便接小妹放学 然后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了 拜拜 把房子那边拆了也好 清理干净 看着也亮光了很多